Layoh 了世界天天如星 大家好 我是Layoh 今天來看瑪麗人對上亞美尼亞人 這場比賽是神愛邪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大約12點鐘方向的瑪麗人 瑪麗人特色挖金礦速度特別快 而且挖金礦的攜帶量也比較多 而且挖的時間可以再更長一點 瑪麗人主要輸出單位是騎兵單位 金冠技術挑戰精神 可以讓騎兵加5點傷害 重裝駱駝跟輕騎兵都可以加到14點傷害值 那瑪麗倫的弓兵路線稍微能打 弓箭時代、城堡時代都是非常適合打弓兵的 利用時代雖然有強奴但是沒有三級射 後期還是可以靠火槍或飛到擬對手 當作遠程輸出主力 那瑪麗倫的步兵單位呢 每隨時一個時代升級時 步兵的防護力都會加一點 所以後期打這個 這個劍勇、世衛劍勇是非常適合的一個選項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大約5點鐘方向的亞美尼亞人 是Ryper選擇的文明 Ryper選擇亞美尼亞人是因為這個文明 也是經濟非常好的文明 他點下這個弓形劇還有這個挖金挖石技術 每點一次都會在額外增加40%的效能 這個亞美尼亞人他算是有點類波羅蘭的文明的感覺 波羅蘭是騎兵文明然後經濟很好 亞美尼亞人是偏攻兵文明的經濟很好的文明 那亞美尼亞人他的攻兵路線雖然是不錯 但是他並沒有拇指環 那為什麼會好呢 是因為他的寶兵單位 複合弓箭手可以獲得穿甲效果 敵方的防護力再怎麼高都可以獲得穿甲效果 所以瑪麗倫的步兵遠防高 然後穿甲弓箭手就可以無視掉 所以這一點亞美尼亞人算是可以封印住馬力人的步兵路線 那亞美尼亞人也可以提前個時代去使用步兵科技 還有這個步兵單位 在黑暗時代時亞美尼亞人就可以使用槍兵了 所以在一些特殊打法裡面 亞美尼亞人可以獲得一些不錯的奇效打法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那MIP的地圖看起來右邊還不錯 這邊可以稍微圍過來應該沒什麼問題 那果子的地方應該是勢必會在外面了 那左邊地方的話可能有點難軌喔 可能要這樣稍微圍出去一點 然後上方這邊直接圍到底 或是從這邊圍過來也可以 或是這邊圍到底也行 那米亥這邊的地圖看起來是更難軌的 這邊走棒棒開局 好那這邊棒棒呢還有個優勢喔 待會就是升到 攻劍時代喔 遠防就加一點了 好棒棒開 那這裡要花黃金嗎 花黃金轉攻兵 棒棒轉攻兵 是一個不錯的策略 好現在肉有點多喔 瑪莉人的肉喔 感覺好像可以轉棒棒喔 好瑪莉這邊是先點下的置物技術 雙甲步兵沒有打分要打 而是打了極限棒棒開局 對來的棒棒時間特別的早 出時間才8分鐘出頭 就到人家家裡 開始敲房子 讓人家鋪更一下 看來是要打房大成功了 待會聽他再多補個房子 不然會卡人口 好這個房子補完 開始敲飾箭藏 飾箭藏敲完之後 後方還要趕快補一下 這個羅車去挖黃金才行 現在只能按一隻工兵 但是viper並沒有打算要走工兵 可是先按毛病了 這邊資源點還沒有圍喔 聰明可以直接拿來打架 反正這個棒棒只有4點傷害 聰明則是3點 好這一波可能要直接硬撈 這隻聰明會死去 viper開局10兩村 媽 喔 這一村活了下來 後方洛瑪回頭打一下 毛病努力打 最後還抽走了一個毛病 但最後自己的刺猴也倒地了 這隻村民應該暫時沒事 viper這一波死戰過後 聰明數下降了一點 我覺得這三棒棒算是有價值了 只要拿到義村喔 然後讓這些村民大打出手 有辦法採支援 就是馬力人這邊最大的目的喔 好馬力這邊支援量還是有點領先 那現在亞美尼亞人要打贏的話 還是要靠自己的工兵單位 這工兵單位 點下了一擊射了 但是毛兵跟槍兵打村民傷害有點低阿 他還行 會扣血 殘血的村民拉回家 這裡是轉弱嘛 但是這個兵一直往前走 這裡並沒有要防守的意思 好這裡補了一個箭塔 viper看到箭塔應該很開心 彼補箭塔就代表你城堡時代經濟會不好 好viper這邊有個洞喔 康邊的部分一直被磨掉血量 喔這裡走到了金礦處 哇金礦直接被封印 那如果對曹曹守住的話 就是家裡補一些毛兵就行了 那viper這邊家裡也是補毛兵 兩邊毛兵補的數量都有點多 現在馬力人村民處領先的非常多 viper在斷村斷流1.9 哇1分40秒 村民差距來到了武村 哇結果這個洞沒有補起來 裡面變成鬥技場 結果直接低調房子 肉馬又跑出來了 最後扁死了一隻肉馬而已 viper這邊一來一往 村民一直沒有在專心工作 現在經濟越來越落後對手了 資源量已經輸到了400資源了 雖然自己也是很努力在騷擾對手 但是這個騷擾的效果還是有限 對手就直接衝進來 直接騷擾一大群的村民 但是這邊騷擾的是一兩隻一兩隻 所以經濟的損傷 並沒有到那麼誇張的程度 這裡帶了更多的村民過來打架 看起來 這座槍矛還是有一點做到事情 天氣打的其實還蠻兇的 好 viper後方補了一個箭塔 因為到城堡時代的瑪麗人 奴兵變身會很可怕 好 viper這邊可能是以為對手已經升封箭時代了 城堡時代 但其實根本還沒有點 提前把這個羅車拉到右邊做新的 花木頭的地方 在瑪麗這邊要想辦法繞過去 好現在槍兵毛兵也回家防守了 沒有這桌還在這裡沒有滑架 我以為是同一桌 viper把亞美尼亞人當成槍 槍矛怪在打 當作敗戰體跟立陶宛在打 還有硬家 瘋狂出這種吃肉的防守單位 在瑪麗人這邊遲遲無法點下城堡時代 反正是viper率先點下了升級 槍兵上前 戳掉了一隻肉馬 槍矛防守的效果還是不錯 亞美尼亞人順利的點下升級 下了馬修 大家要來轉騎士了 現在從左側開始進發 上方的位置 槍兵要繼續往前嗎 我們覺得槍兵在家裡防守 用騎士去騷擾會更好 這一波騎士過來 不要止上了嗎 看一下這一波 肉馬開砍 高達低直接瞬間秒殺了一隻村民 封兵一直被箭塔射 箭塔一直在輸出 但是沒有二級車的關係傷害有點差 這一桌單位真的沒有回去 防守真的有點慘烈 肉馬這裡還有一滴血 一直沒有辦法拿下 村民並沒有回頭打 Viper好像沒有意識到其弱馬血量不多 村民只要揮頭給他一拳就倒地 好 左邊這裡也補下了城鎮中心 開始走一個開農路線 可以稍微擋住 騎士中的出來了 這一次騷擾之後 瑪麗人資源已經開始拉出了差距 來到了1200支援的差距 1400 馬力人經濟真的是很好 好 那現在戰武兵要趕快解一下 這裡的弓兵 也是去打後方刺猴沒關係 前方的弓兵我一定要收掉 好 就是打完所有的單位 這一波是Viper的軍事全面勝利 但是資源量是全面潰敗當中 村民出還輸了十春 好 當然是亞美亞人 這裡趕快點下二級伐木的話 經濟應該會有所改善 Viper這邊 但是是出了一些戰鬥技師 要去撿生物 騎士按兩隻做防守 這邊做進攻也可以 這邊瑪麗直接上大石牆了 完全不想要給Viper任何的機會 維加圍的還蠻漂亮的 好 但是主進的位置有點麻煩 沒有辦法安全的挖 他還好有一根劍塔 但是沒有太大的問題 Viper這邊開始轉龍囉 3TC開龍 瑪麗這邊也是 這一坨兵力待會出了投擲車 或者是用騎士直接硬撕 應該都沒問題 但是要吃的話有四隻槍兵 要做處理 整天待會槍兵還是要先拿下才行 好槍兵過來 先打架 但是打不贏 這個騎士有點分開了 後面回頭高打滴 解決掉槍兵 槍兵解決完之後 開始換毛兵開打 生命的駱駝 直接被生女給逼退了回去 上方城堡 轉出來要轉飛刀努力的手嗎 哇又要轉飛刀了 那亞美尼亞人打飛刀努力的手也是蠻輕鬆的吧 畢竟工兵當會奴兵要打飛刀也是ok的 可能復活攻努力的手 那飛刀努力的手就沒有這麼適合就是了 好 亞美尼亞人這邊點下了神聖思想 那這個文明呢 他的生女科技是全滿的 所以亞美尼亞人很適合走生女科技長手 那他第一個強化教堂 還會給到額外的生物 所以現在生物已經很多了 哇靠 哪時候撿到五生物的 來回這邊撿生物的速度 效率實在是太好 五生物直接全部拿下了 那其實還有一個生物是自己原本誕生的 所以是四生物 這個生物應該是沒看到 在地圖的邊邊角角 好飛刀努力的手走了過來 一刀收掉兩隻村民 三隻村民 五隻飛刀 秒一隻村民是綽綽有餘 好但現在沒有工兵路線 只能用生女稍微招搶必退 好點下了前程科技跟彈道學 亞美人點下了護衛技術 增加下飛刀努力手的移動速度 空間又補了一個新的城堡 城堡都蓋在偏保守的位置 好順便撞城堡 轉出了一些復合弓箭手 那復合弓箭手手比較短的關係 所以現在射程也只有六點 那飛刀努力手是五點射程 所以亞美尼亞這邊復合弓 卻只有一點射程優勢 算是有點尷尬 不如出強弩 弓弩弓弓的話射程還可以再多一點 這樣射飛刀努力手會更好打 就是Lype可能覺得對手也不一定只打飛刀 所以先轉復合弓 可以應對更多狀況 不管他是要轉戰毛兵或是騎士駱駝 自己的復合弓箭手都是可以反擊回去的 已經無視對方光甲實在是太舒服了 好Lype3TC農上去 後方有兩根城堡 城堡並沒有補著太前面 並沒有補這種奇怪的位置 直接跟對方對蓋堡 巨頭互打 全部都是有一段距離的 好現在米亥 背刀又來到15隻 那這場比賽 也是在神愛血杯裡面 我們嗎 Viper對上米亥的時候 是最後一場比賽 用瑪麗倫跟亞美尼亞了 好這邊高達的3隻抽掉 3隻生女 最後比賽 Viper選擇了亞美尼亞人 也讓我蠻意外的 因為我本身也是一個很喜歡玩亞美尼亞的人 亞美尼亞人的打法 比較偏向於需要靠 生女去做防守工程系的做作 或是用這個騎士 現在Viper沒有救贖思想 對他來說不太好反擊投資車 不然自己也要轉一些投資車去反擊才行 好 3級射 唉唷 剛剛點銀罐是什麼意思 他的銀罐是海軍科技 阿拉伯是沒有辦法打海軍的 好 剛剛點下去又取消 好 Type這邊點下了3級射 法學 攻兵路線 直接提升完 好 這一次城堡補的比較前面 這個寶是真的偏前面了 好 攻擊手第一時間收掉投資車 這跟城堡應該能蓋好 好 Viper開在提升 雙手見兵了嗎 見兵性開始提升 後方有弱駝跟騎士想要偷偷過來 騷擾跟上方城堡不理 直接跑下面的 後面驅燒了 好 Viper這邊抵升了大槍面升級 見兵有事突然沒有繼續升 但這邊收吞速度很快 復合弓想要到處繞 看能不能抓到一些落單的村民 看起來落單的好像是Viper Viper這一村 復合弓數量是20隻 這裡的村子數也很多 喔 看起來落單的是你害 這也是他們抓到的一些單位 這個城堡可以做出大量輸出 飛到你對手失誤 直接撞城堡 在這邊要小心 飛到你對手的直擊傷害 是可以秒殺巨型頭C了 這裡巨頭感覺要先打火炮才行 攻擊手拉回來 要怎麼處理這些火炮呢 還是要回到城堡下方 稍微防一下巨型頭C 好家裡後面的問題 用複合弓加槍兵解決掉了 現在Viper還是努力帶出槍兵跟巨頭 現在三弓也補下了 但是還沒有看到雙手劍兵的升級 劍兵勇士也沒有點下 突然要升不升的Viper 但是看到飛刀女獵手有點遲疑 到底要不要繼續打飛刀喔 好飛刀直接用個V針 直接衝到後方 一刀就是一台巨頭 直接現賺400斤 但是這些飛刀女獵手 可能也是要損失一些數量 但最後城堡還是被拿下了 Viper這根城堡真是蓋得有點太前面了 完全火炮一打 砸掉了一堆複合弓啊 復合弓剩下數量18隻 數量其實不僅不是那麼多 好家裡用了長兵跟復合弓 繼續做防守 穿兵術現在是123村 對上134村 兩邊穿兵術差距12村左右 但是Riper的制約量還是領先對手 這就是亞美尼亞人的經濟的優勢啊 非常的好 穿武術輸對手 還有可能經濟可以贏對方 好馬力人這裡點下了二級的步兵鎧甲 那現在資源量來說 馬力是優先優勢的狀況 不是是亞美尼亞人優勢的狀況 但是飄漢精神一出來之後 可能會有改觀 7加7的血兵傷害 傷害非常可怕 抓村民是很快的哦 好這裡開始抓了 4刀一隻村民 開始砍了 那如果高打地的話 甚至只要3刀就可以搞定 哇3刀 又一個高打地 再一刀 哇這是三刀 三刀一隻 這個清奇兵太狠了 亞美尼亞人終於點下了劍兵勇士 Viper的劍勇終於提升完畢 現在劍勇提升出來 金冠技術點下 現在也有了 白血劍勇已經成型 但白盆好像沒有要防守自己城堡的樣子 要選擇去處理這些火炮 劍兵有事出來 100滴血 但這個白血劍勇對飛刀會有用嗎 感覺沒什麼路用啊 不如直接出騎兵上去體貼 但出騎兵就會被馬列的新騎兵 或者是駱駝 給白換 有可能是這個原因 所以Viper並沒有打算要走騎兵路線 只走了亞美尼亞人最強的步兵科技 白血劍勇 好 弓箭手這邊要小心 弓箭手雖然有點少 這裡劍勇一直按 但是好像有點為死已晚 4台巨頭一直在攻城 這一波大戰飛刀在第一打高 但是後方的火炮看著公子巨型頭之機 巨型頭之機倒掉了一台 上方城堡血量看起來還是滿的 又倒掉了一台火炮 火炮又拆除了一台巨型頭之機 後面的火炮要找個機會拿下 這裡直接用手點後方的飛動雷手 飛動雷手把正面的觸手攻全部收光了 飛動雷手正面突破成功 現在劍勇是過來 就是一個一個過來下水腳的 最後一台巨型頭之機也拿下 後方城堡就鎖住了 這一波 VIPER完全沒有辦法擋住對方的一波衝 最大的原因是因為 復活攻擊手數量不夠多 所以造成自己要反擊對方的飛刀死 是沒有辦法有效去反制的 好 那VIPER現在最好是轉出一些槍兵 配上復活攻會比較好 劍勇又加亞美尼亞弓箭手 和復活弓箭手的話 黃金吃中會吃太多 而且現在又倒掉了一堆巨頭 還是要把一些黃金屯出給巨型頭之機使用 不然對方攻城時候自己反制的方法 只剩下巨型頭之機可以打 那用衝撤的話 飛刀龍獵手打衝撤又是特別高的傷害了 好 這裡就有第一波開戰 兩邊的血量交換得非常快速 現在正面的部隊是 迷害的部隊軍比較厲害 但是亞美尼亞人這邊輸一點比較快 後方的輸出很高 飛刀龍獵手在後面無情的打擊 巨型頭之機說明拿下了一台 第二台好像有機會 剩下一滴血殘血 用復活攻補下傷害就行了 好 踩下一刀砍掉 最後還是拿下了 兩台巨型頭之機 那現在 Viper要打贏 還是要轉一些清奇兵台形 不然後方的火炮 鎖得太舒服了 好 右手邊的巨型頭之機 好像要搞定了 好搞定之後 火炮的數量只剩下三台 來 那現在Viper 沒有工程器的關係 現在要反擊回去 還要先處理掉這些火炮 欸火炮怎麼還有五台 欸 這個火炮剛剛不是死了嗎 不管是我看錯了 好 Viper這邊 墊油 要多按一些 但是墊油 按太多 又沒有辦法按復活攻 復活攻 按不起 槍兵的話就要 轉槍兵出來 轉槍兵出來 正面可能血量 防守能力不夠 很容易被對方正面突破 所以Viper應該對於很懊惱 但這邊沒有打算要繼續按復活攻 而是選擇了劍勇配露馬 這兩個組合只有劍勇稍微能打 如果打露馬的話 馬海攻擊力問題還沒有解決 但是已經完全斷經了 Viper這場比賽好像有點吃力 瑪莉的威力有點強大 後方羅馬抓到了一些村民 正面的城堡 最後還是被五台火炮給換掉了 Viper這邊轉去了衝車升級 可能是覺得自己環境不夠了 轉點衝車可能會比較省一點 但現在不是省不省的問題了 現在是連對方的大部隊 正面都快要打不贏了 正面飛刀打掉了非常多的傷害 非常女手 看到這雪胖子能撤退 自己沒有坦 坦這邊趕快回來防守 正面的復活攻 加上後面的劍兵勇士 嘗試想要突破這高地 劍勇能夠拿下火炮嗎 哇靠這火炮怎麼又活的下來 五台火炮還在場上 Viper這一波打完才有心態嗎 是我就沒心態了 好這裡飛到有點送 好一打高 點掉一台火炮 火炮打到只剩下一台 Viper這一波 終於拿下了一些優勢 複合攻武力正面螃蟹 開始有肉馬 就有人可以分擔一些傷害 複合攻終於可以突圍了 重點還是要轉複合攻 加強兵費比較好 黃金真的不夠了 不要再出劍勇了 好現在正面又有一些 肉馬六進來 瑪麗人正面師 開始為了萬里長城對應 哇靠 正是萬里長城 一直蓋一直爽 現在 鴨妹鴨人 Viper 非常 得覺在外面 現在要進去騷擾也不太容易 好正面部分 肉馬過來槍兵上前對應 複合攻擊手在後方慢慢射 好 這命的複合攻 成功把飛刀跟肉馬再次逼退 好這一坨單位 卡在這個洞口 卡了一坨過來想要蓋好 好 MIP的支援量現在很緊繃 全部支援數 都來到補到四位數 瑪麗這邊反而還有木頭跟黃金是四位數的 加維尼亞人 經濟好歸好 但是後期沒黃金 或是家裡被鬧 純米粗下降之後 經濟還是會被對手給反超的 右邊這塊木區 哇居然又有洞溜進來 吐了 這個大有點大 現在步兵的烈士明顯出現 BIP的這一波 風車想要嘗試 好這裡有非常多的單位 開始從左邊集結起來 黑洞的烈士 出來了 特攻在後面 好先高打敵 差很高 現在正面有點難打 好正面肉馬直接突圍 後面的飛刀就是輸出 複合弓開始拉打 但複合弓的數量開始不夠 但是前方的肉馬還是解決掉 這裡硬是轉了一些 見兵勇士 好最後這兩台衝車 果然立了大功 Viper 這一波 後方的單位 還有他們去防守 最後攻擊手 很努力的射後方的 非常努力 好這一波肉馬中 增盪高地 飛刀也重新打殺了這高地 大方低處的 鋪合弓有點危險 後面的軍銀投射器炸了起來 Viper這裡的肉馬 沒有辦法點出 現在三攻一直秒好 好 走跑鼠剛剛有點背走 嗯 複合弓現在的數量只剩下11隻 瑪莉人 這裡還有非常多的飛刀 21隻 現在巨頭也來到了舞台 Viper這根城堡應該是難擋了 Viper這邊打出了GG 我們恭喜米亥拿下比賽的勝利 最後 Viper出了129隻的複合弓 跟對手156隻的飛刀 但是 副坦克都是出了超過破百 Viper也是出了150槍兵 跟95隻的劍勇 也是到200多隻的 後期的步兵文明 後期都會打成這樣子 好 那這場比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誰比較優勢 亞維尼亞人 這邊經濟優勢是 黃金跟木頭 拿到了資源上的勝利 死亡的部分 是大約輸了13000 6生物產生出來的黃金 有5000多 但是最後卻輸掉了比賽 好了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